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拘捕了社民連和香港眾志等九個人 說他們涉嫌在去年反釋法遊行當中 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 非法集結和襲警等等 昨天被捕 另外看近來不止這個做法 之前會見到有梁綜恒佑偉晶 又有一個說他們非法集結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 再之前熱血公民的議員鄭松泰 就說他之前賭賊國旗那件事 就說他侮辱國旗罪和侮辱區旗罪 再之前 一個月前3月27日的時候 就見到陳淑莊 邵家俊 戴耀廷等被捕 就說他們串謀作出公眾防擾 善華他人作出公眾防擾罪 有人就說現在一連串的這些行動 譬如泛民那邊就說是一個大搜捕 覺得是政治檢控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今早兩位嘉賓可以仔細討論 兩位嘉賓分別有香港總指秘書長黃之鋒 早晨 早晨 大家好 另外還有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早晨 各位早晨 聽眾可以搭來一起討論 電話17231 17231 先問黃之鋒先怎樣看這一連串的行動 有沒有關聯的還是個別的事件 其實由3月27日這個特首選舉完結 然後林鄭月娥當選之後 過去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都陸續有20多位曾經參與不同行動 亦都在整個非建制陣營裏面 是不同光譜 可能是由最溫和的 或者可能甚至是在特首選舉裡面 是投給曾晉華的 到可能是光譜比較激進一些 可能是提倡自決 甚至是港獨的 其實由最溫和到最激進 其實整個光譜都是無一行面 都有20多人被捕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去認為 其實這個趨勢是反映了梁振英 是想為7月1日林鄭這個新政上台鋪路 以及希望借這個機會去減少 那個7月1日當日上街的人數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習近平有機會 會在香港的主權 現在有20周年來到香港 其實都會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政府陣營方面 一些事先的準備工作 但我想很簡單的一點質疑 就是其實當說到要社會和解 修補撕裂 或者說要減少矛盾 其實這種政治檢控 是否真的可以促成任何和解的機會 這個我們是非常質疑的 通常用什麼準則 你會覺得一個是個別 律政司說他是獨立決定的檢控 哪一時候是政治的檢控 條線是怎樣畫的 我想這樣去說 為什麼我們過去都會定性這些檢控 或者政治檢控呢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檢控 是由律政司司長決定 當中存在一個政治考慮 是有一定的政治因素的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律政司司長本身他也是尊重法治 尊重香港司法體制 我們會理解就是律政司司長 本來其實他是一個政治人民的官員 你怎能夠說一個政治人民官員 所做的決定是沒有任何的政治考慮 似乎這個說法就不是太說得通 而我想你說在整個律政司的系統裏面 他們要進行檢控的話 檢控誰 什麼時候檢控 檢控哪一條罪名 檢控的時機是什麼 或者政府會不會透過一個檢控 帶出任何的政治信息 其實你都會見到就是 過去這些檢控 特首梁振英或者律政司長都會去解釋 其實他們這樣的檢控 是想向社會發放一個什麼的政治信息 其實過去他們都是有提及相關的言論 但如果剛才說的是一個結構上的問題 因為律政司司長本身就是文責官員 按此思路的話就會落進去 其實所有現在正在做的事 都會不會有剛才你擔心那種政治考慮因素下去 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說進行檢控的時候 如果你說很普通一些刑事 可能是傷人案件或者是偷竊的 我相信任何人不論你的背景 都不會覺得他會跟任何的政治考慮 扯上關係 但是當你去到一個示威進行了 或者已經發生了之後 舉個例子 為什麼在去年11月中聯辦外面的 這個集會的行動 其實也有幾千人參與 為什麼只去拘捕這九個人 或者檢控這九個人 而拘捕或者檢控這九個人 是想向其他可能是一般的參與者 發放一個什麼的政治訊息 我想都是很顯然意見的 問問另一位嘉賓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也很正常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事態 因為佔中開始到現在已經超過兩年 所有現在最近談論的具體的拘捕事件 都跟佔中的源頭有關 經過兩年都未能作出檢控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 入了立法會之後 先後都有三至四次 督促特區政府應該要採取行動 不能夠再拖延或者糾然 但律政司司長也在大會上說 他們要很慎重考慮 因為有很多證據的問題 還有很多法理的複雜性 不能夠去魯莽去決定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不可接受 因為整個佔中的期間 裡面有一千人被捕 而是被起訴或者處理的 都是只有220宗的人 即是只有20%都不到的 我認為完全體現不到司法的法治精神 在我一連串的批評情況下 終於律政司考慮完就有這樣的行動 現在還未完全做完 我也覺得要做應該要全面去做 正如枝峰所說 並不是針對一小撮 如果要做的話應該要大刀闊斧 陰害人 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 完全是政治上的問題 雖然那個佔中它是一個政治訴求 但沒有人是凌駕法律之上 你也可以用這種理由 說我可以犯法 然後我也可以說 因為我有政治訴求 你不應該要起訴我 如果要起訴我的話 這個叫做政治的審判 政治的打壓 我覺得這個又很不負責任的態度 即是英文這樣說 You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兩頭最好的東西就拿去 頂天立地 我相信當時他們也這樣說 我們知道是犯法的 和平佔中 公民抗命這些 我會去埋單 所以他們也知道後果 今天要面對這個後果 雖然來得是遲了 但遲了比不到 所以這個應該要負責任面對 但剛才你提到的一點 佔中可能拘捕了1000人 這個數字 他真的落案就有200人 你質疑這個比例低 你不相信律政司 按照每個個案決定 夠了就去落案 有個數字上的指標嗎 我不是不相信 我覺得數字偏低 如果說佔中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搞手是有核心的 他們操練都要1000多人 當時發生的 也都佔中所引起的 廣大的市民參與 數以萬計 我亦都不覺得 是否要把這萬多人 曾經去過都要拘捕 完全不是 按照法律上的標準要求 現在我們看到 檢控的200多人 都說他可能有盜竊 有相關其他事情 有毆打、非法集會、拒捕等等 這些從那裡引伸出來 最近這些我們也看到 譬如好像在立法會宣誓的事件 都產生這樣的事 自己會有獨立的司法覆核已經跟進 在過程中被DQ了 取消資格後 仍然衝擊進入會場 或未被DQ之前 他們是未被取消資格的時候 宣誓未完成 不能參與會議 在過程中也不遵守規則 而導致現時的事件 我覺得這些是很理疏當然 一切的事詳細 我們留在法庭處理 但一般的事情來說 我不覺得有政治上的干擾 實際上現在任何檢控都是由DPP 作出專業決定 黃茲峰 我想可以說 其實今次過去這一個月 所發生的檢控 我想都不能否認 律政司司長 他必然存在一個政治考慮 去處理這些政治事件 或者政治上的抗議行動 所以為何我們民主派 才會形容它是一個政治檢控 但也想回應剛才何律師說到 剛才會說到這個佔中都事隔三年 終於有這個拘捕 但其實昨天和前天的檢控或者拘捕 都是與宇薩文和某一個直接關係 其實本身都是一個 政府取消議員資格的案件 而如果以我本人為例 我都在去年的時候 是面對了這個法定的判刑 就是因為這個重奪公民廣場的案件 就是參與這個非法集結罪名成立 我也是承擔一個代價 就是履行社會服務令 但我想在昨天整個事件裏面 我想有一點是非常值得去提 以及讓工作去關注 也是讓我非常擔心的 就是其實昨天的拘捕行動 就是早上7時開始 逐漢逐漏逐捉了九個來自不同團體 或政黨的代表 但是其實朝上j5時見佳的親中報章 民迴的報就已經表示了有一個獨家的消息 就披露了將會有約十人被捕 而就是因為他們參與這樣的佔領 中聯辦行動而面對這個拘捕 我想其實憂心的事就是 過去律政司司長進行一些檢控工作的時候 不論你是檢控民主派陣營 或者可能是處理七警事件 其實事前都不會在傳媒公開透露 如果警方的拘捕和檢控行動 居然會在傳媒在事發之前 已經是見街報紙每一份頭版都看到的時候 警方的行動的保密性是否成疑 或者是其實這些行動 是否由一些政府內部的消息人士 去透露給傳媒聽 這種透露又不是恰當 我想這一個都頗擔心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不是只說 拉不拉所謂民主派參與公民抗命 或者一些所謂抗爭的人士 而是如果今次警察的拘捕或檢控消息 檢控前的報章都賣光 那會不會其他 可能是未必跟政治議題有關的案件 都會有同樣的做法 這樣對香港的社會發展又是否好呢 昨天《文匯報》的讀家標題說 去年圍堵中聯辦廖景金拘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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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承諾也不會去依從 有些可能將機密的文件 甚至漏出傳媒 這種情況真的事有發生 但這次是執法人員 有不同的委員會 當然我們不知道那個是誰 消息來源在哪裡 如果你問到報章 一般來說我們也看過那幾個案例 傳媒說有他自己的報道消息人士 他可以不透露消息來源 這是傳媒的問題 但說回行動未展開而透露出 第一 這個來源在哪裡 我們還不知道 但我完全不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 原因是什麼 就是既然是守密 應該就是一定要守密 現在這個是不是刻意誘人 知鋒已經跳下去了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是有權威人士 可能是自己授權 透露給自己某些友好的報章 我未有證據 也不覺得這個是一定是這樣 就算這樣做也是不對 實際上完全不能離章 或者破壞保守秘密的做法 如果不是這樣就會影響到保安的水平 我想問一下何議員 其實會不會都擔心 今次這個懷疑是執法人員洩密的情況 其實會不會未來都會在保安事務委員會跟進 因為其實已經有議員去信 這個議題都很嚴重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我不是說要將這件事提升到保安事務裏面 討論我剛剛才聽 但我已經認為 覺得這個不應該這樣透露出來 反而我想看回 究竟今天我們討論這件事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政治上的打壓 你似乎將這件事說 律政司他有一個政治任命 他現在檢控這些人 這個就是政治打壓 實際上沒什麼理據 再加上周邊其他那些 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這是一個政治打壓 多於是依法辦事 我在這裡提出的時候 我不覺得是政治的打壓 可能它跟政治有關係 因為那件事的源頭 是跟政治的訴求有關係 但政治的理由 並不是容許任何人可以違法 這點是最重要的 而為了發覺人 今天哪怕他面對被檢控 仍然有一個公平的法庭 和司法系統 給予他彰顯自己的抗辯理由 和他的人權或者法權 但最重要的是 現在被檢控的時候 你立即將他上綱上線 認為這就是政治打壓 我覺得這也不公平 也要糾正視線 黃超人作為參與重奪公民港幣行動 然後被判 然後現在都很尊重司法程序 在履行社會服務令 我當然明白法治的重要性 但我想很坦白說 過去如果你說 每一季都會有 每隔幾個月 都會有一些民主派的參與者 或示威者 被警方清神上門拘捕 其實這件事 在香港都已經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 但為何剛才都特意會說回 《文匯報》的報章報道 因為很老實說 拘捕每幾個月都會有一次 但如果你說報章在警方 在這個律政司司長的檢控行動 出現之前就已經有報道 應該都是幾年裡第一次 而我相信其實 無論立法會議員 或者社會大眾 其實都是要關注這個事件 正如剛才何律師也說到 即使他沒有任何特別的跟進行動 都會覺得 其實這種預先透露 這種消息給傳媒是不恰當的 因為所謂會影響警隊的專業性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有執法人員預先通知 我會抓誰 或者明天有宗毒品交易 我將會去踏人 你怎麼可以把消息透露出去 你打草驚蛇 所以這個我自己是不認同 但究竟現在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我們未知 你叫我怎樣跟進 我就覺得暫時來說 有很多東西我要跟進 我不覺得現在暫時 你提到這個問題裡面 是有優先的處理 反而我們現在要研究 究竟在現時社會的言論是否政治打壓 我覺得這要澄清議政時聽 並不是一個這麼空泛或簡單的口號 就說這個被人控告的時候 這群人被人控告就是政治打壓 不是 是依法辦事 今天星島有一篇文章 來自他的大旗盤 他引述有建制中的高人指出 現在律政司做的檢控 全部都是佔中的後遺症 這些都是現屆政府發生 由於政府即將要換屆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和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鴻 都打算在政府換屆之後離陰 而這些案子一直都是他們處理的 如果將這些案子留給下任的律政司司長 就會成為下手的難題 可能就是律政司加速處理案件的原因 所以就估計有關佔中 和後遺症相關的案件的檢控決定 會在短期內作一了斷 升到一篇文章這樣分析 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我先回應 剛才智峰也有說 這個好像是在做洗太平地 或者是梁振英 他這一屆政府裏面 為林鄭要鋪鋪的路 搞好牆 我某個角度也不會覺得是錯的 也不會否認是清洗太平地 我自己的感覺 我也不覺得是很錯的 但我用另一種表述 就會覺得 本身這件事也應該一早要解決 或者一早要跟進 哪怕他是不是現在接近了新政府 將會上任 我覺得這件事一早就應該 在發生佔中之後 六個月內要處理 但現在拖了兩年 拖了兩年之後 現在已經在時間內 又這麼吻合 新特首已經選舉完了 7月1日要上任 現在已經是4月28日 你這麼接近的時候 給人的感覺是很正常 但畢竟我不會完全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打壓 洗太平地 但有這樣的效果也不出奇 但始終要歸正路 就是這個應該一早要做而未做 現在尤其是要埋單 要說一下被捕人士 他們覺得我都需要埋單 現在來說他埋單也很適合 新政府上台之前也處理了 我也覺得是很合理的 我想這樣說 其實我也猜不到原來何議員 會說到有清洗太平地的效果 也挺合理的 有些事情你未必猜得完 還有很多事情要慢慢學 我想做一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形容政府的拘捕或檢望行動 為清洗太平地 我真的第一次聽 不過我想… 我又不是代表政府 我有這樣的看法 正如你自己的看法一樣 我和你的看法有相約 你覺得很奇怪嗎 其實也有不少 遇受人或參與者罪名又成立了 或者其實我們都是反對特赦 都是繼續面對公立抗議 很快要去新聞 聽眾可以帶來一起聊 1872311 1000年代 今天早上請來了兩位嘉賓 有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和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近日見到一些拘捕 究竟如何解讀 兩位剛才背外鐘也講了 大家怎麼看 是不是一個政治檢控 在座兩位就有不同的看法 聽眾相信有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打上來聊 跌回17231 不過這屆政府差不多6月結束 然後新一屆政府上來 其實大家都經常說要和解等等 怎麼看這件事 會否真的做得到 黃之鋒 其實因為之前尤偉晶和梁仲恆 沒有了立法會議員資格 之後其實羅冠聰 劉小禮 梁國雄和姚松妍 四位立法會議員 取消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案件判決 都會在五月有結果 我的憂慮和想法就是 當一些民選議員進入立法會 我想由過去積極在街頭組織抗爭行動 長毛梁國雄 到雨傘運動的學生代表羅冠聰 或者其實都不是那麼激將 主張公民抗議或拉布 連專業議政的公民組別議員 姚松妍都在面對民選議席 在下個月有機會被取消 我想其實現在真的未見到 任何條件去討論一個和解 因為和解的前提 其實主動權是在當權者上的 如果現在的情況是 當一些政治檢控又持續不斷 再加上連民選議席都會被取消 我想現在的空間都非常小 而且都很取決於 其實中央對港的政策如何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未來香港的矛盾會否減少 會否例如中港關係可以緩和 但大家都明白香港的政治矛盾會否減少 都很取決於北京或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我相信很明顯北京對港的政策 都不會是因為林鄭上台換屆而有任何改變 其實最後取決於港澳辦 甚至到達到人大常委或國家主席的層級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終解鈴還衰是靈人 歸經究底的關鍵依然是習近平 如果根據之前五年、十年、十五周年都有機會訪港 如果習近平在二十周年訪港的時候 會否中央對港政策會否有所調整 如果有所調整的話 我們都會去關注到底會減少 還是加強對香港的高度自治 或者是人權或者自由等等的縮窄空間 不過有些人有這麼說 剛剛經歷了特首選舉 看到曾俊華有很高的民調有很高的支持度 反映出可能民間都不再想是那種議員對立 想找一個大家都接受到的路線 所謂中間的路線 如果你說其實和解未有土壤 其實會否市民現在有一部份 好一部份都已經想和解呢 應該這樣說 其實最後到底社會能否促成磨解 其實都是取決於當權者 因為過去民主派或者一些主流的泛民 用的策略就是 今次我們有一個策略性的選擇 我們支持一個建制陣營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 希望令到香港未來的政治上的衝突和矛盾 能夠減少 固然香港眾志過去在特首選舉上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立場 但事實證明就是 即使九成的民主派選委 都是和北京說不如釋出善意 然後換來一個相對在路線上 沒有那麼強硬的特首候選人 但是主流泛民都是不得要令 而同樣地中共反而… 簡單來說 2012年梁振英用669票當選 林鄭月娥在2017年用777票當選 其實反映了中共或者北京政府 或者是建制派的統一或者團結程度 令到未來的減少政治矛盾 或者所謂可以促成和解的空間 是更加小的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說和解這件事可以促成的話 特首選舉就不是這樣的結果 何君堯怎麼看呢 我有兩個看法 第一就是會不會和解呢 我覺得這個是會的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我覺得所有的事情 疲極就會太久 有甚麼比在2016年 作為宣誓就職做議員的時候 你都可以將一個這麼莊嚴的事情 會搞到這麼糟糕 這種已經是 鐘擺去到盡的時候會回頭 所以大和解呢 自不然 這個是一個社會裡面的訴求 第二呢 就是究竟要怎樣做 我覺得這個既然我們經常都是說 爭取香港港人高度治港 高度自治 這個問題是不是又下下又要將 好像阿滋鋒那樣說 又要看看習近平主席怎麼看呢 如果你認為一錘定音就在北方的話 那根本你都不需要在香港搞事 你搞多少也好 別人都會阻礙你 那你一定要對自己有自信 因為你又說要爭取這個高度自治 那這個問題 我們自己要怎樣攤著 自己要解決這件事了 那我覺得應該要怎樣做呢 現在既然有新的特首來 之前你們就猛罵梁振英 有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有一個新的來的時候 你又形容的777 你這樣是不是一種尊重呢 777其實是一個客 其實都是一個 我知道你的含意 不用在這裡做其他的討論 我只會和你分享 誠狠很重要 就算他去到1200也好 這個小圈子選舉 1200那怎麼辦 他是過了601就601 在現時的制度裏面要尊重的 好了 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覺得現在的新班子 我有三個看法 應該可以釋出善意 第一就是在乎43名的政治任命高層 政府的權力核心裏面 例如政治助理 副局長等等 應該要開懷一點 寬鬆一點 社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應該要把中間偏右的 多一些思想的人 是有自知識 真的對香港有承擔的 納入政府一起去工作 這是我們共同的工作 共同的社會 第二 我也認為 現時的行政會議方面 成員應該可以改組一下 目前是32人 有空間可以調高一點 更多一點 有些人會有少一點 加到40人 這些行政會議有利於什麼 可以泛民主派的一起進來 大家共商 沒有分彼此理我 大家如果真的為香港辦事的話 進來 但是這個應該要怎樣挑選 就不是說是無的放肆 但是我們歡迎 我的意思是香港 應該要有這樣包容的亮度 第三件事 現在我們香港政府下面 有500多個諮詢委員會等等 應該在這裡來說要寬大 寬頻 要在聲音上廣立言人的說話 然後上下前後都要貫通 這樣有利於溝通 這三方面如果做得到的話 我想未來這五年應該會是一個 是匹極泰來的一個 鐘擺之後的回復正常 會尋求進步 黃之鋒怎麼看 廣立不同的人去不同的架構 我想廣立不同的人去不同的架構 其實都取決於那些架構 在諮詢機構裡發揮多少作用 因為如果你說進入去 是真的有些實質的政策 或者一些社會議題 能夠推動一些進步的理念 或者是環境 當然是好事 但問題是在現有的架構 例如青年時務委員會 你說在現有的架構裡面 我當作黃之鋒一個人進入去 就會能夠帶來什麼聲音 還是他只是一個 所謂行政吸納政治的 一個諮詢架構 當然你說未去到統戰那麼誇張 但至少我的理解就是 這一類的架構的作用 實質真的不大 或者很多時候 都是流於一些 即咸未能的帶來改變 但我想都有幾點想去回應 第一點就是關於莊嚴的問題 因為我想對何議員來說 當然在他的陣營裡面 他也會認定了 就是說這個宣誓 四位議員非常不莊嚴 當然我很明白 不同人對政治人物 不止四位 五月案件會判決那幾位 可能不用撻斷我的 其實會有不同的成見 或者不同的想法 但我想姚從嚴教授 他在立法會裡面說 要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服務 然後你說他宣誓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位置上 會有些不同的 或者秘書處都叫他宣誓多次 這個是事實 他真的要宣誓多次 但我想也很難說姚從嚴教授宣誓時不莊嚴 交給法庭搞 第二點我想很重要 就是關於善意和和解的問題 就是其實留意到林鄭月娥當選特首之後 其實他是有約見不同的立法會議員 但唯一榜上無名的 包括羅冠聰、劉小禮、陳志全等等議員 我會問是否因為羅冠聰和劉小禮 面對政府取消議員資格官司 然後林鄭月娥就雙重標準 然後連會面都不邀請 這個我會打個問號 因為當然你說不同的立法會議員 對於應邀和林鄭會面都會有不同的態度 立場或者是想法或者一些議題會關注 但我覺得有一點不能夠否認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新當選的未來特首 那你在上任前一拼邀請所有現職是立法會議員的 去公職人員去會面或者去交流 或者去接派其實是很恰當的事情 當然你說已經被取消議員資格 那你不聯絡那我理解 但怎樣也好 其實現在羅冠聰和劉小禮都是現任的立法會議員 那為何林鄭月娥有雙重標準不邀請 我就會打個問號 我先回應 邀不邀請那個人 我覺得又不會作得那麼關鍵性 始終都是如果真的有心去處理好香港事務的話 都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我也不想猜測究竟未來特首 後任特首 為何他請這個不請那個 其中一個理由 即我不想猜測太多 只是不請那幾個而已 由剛好是被DQ的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有案在新的 他也是比開他 但姚床嚴教授有DQ議員的案件 他也有一件事 師傅 有些也是輕和重的問題 如果宣誓你看得到的有正常智慧 他應該在數十秒讀完誓詞花了十二分鐘 這是怎樣呢 所以宣誓得政府覺得不合同 你就覺得林鄭可以不需要變 和解並不是一定要找那個人才能和解 在社會上有很多人對某些人的看法都不同 所以也不用這麼執著 但談到大和解方面來說 是否不可能 我就不會說悲觀 我覺得應該積極樂觀 其中有人提到重開公民廣場 政府中部東疫前地 是一個象徵意義的地方 何君堯你怎麼看 支持不支持 我覺得香港最多應該要設置無障礙通道 是嗎 無障礙通道 我們現在說集會的示威拳 好像年輕人 無障礙通道 其實我也在讀大學 就不用這樣叫我 無障礙通道 我們也要多開放一點 所以任何各 我覺得應該盡量可以自由去參與 或者出席 那是否真的廣場 你叫公民廣場 那不是政府的一個… 東疫前地 對嗎 我覺得因為之前的示威和佔中的問題 所以政府採取了斬腳趾被沙寵 我覺得不需要弄一個尼巴 如果可以拆就盡量拆得好 回頭我自己以前是做這個 有些社會運動的時候 我都在前庭做過抗議運動 但最重要是要有秩序 任何人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要重開 我覺得是很歡迎的 我想這樣說 其實2014年我們重奪公民廣場行動 都已經清晰說明了 我們會覺得這個遺囊應該要拆除 以及不應該有這些不合理的限制 因為正如何議員所說 無論你是哪一個陣營 其實過去都會在公民廣場 譯稱政府東疫前地 是那些大型的集會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本來 就是應該要盡快開放 所以我想對我來說 我相信重開這個公民廣場 我對這件事是正面的 也希望這個遺囊盡快拆除 但我想都可以回應 關於林鄭會面的問題 我想如果你要促成社會的和解 前提是你一定要包括社會 不同光譜的人 而不論大家認不認同 其實羅冠聰和劉小麗 都是兩個民意代表 他們有一些選票基礎 為何在整個上任前的邀請會面 唯獨不邀請他們兩位 是否代表拉一派打一派 不刻意 刻意不包括某些光譜的人 繼續促成社會的撕裂 這就是我對林鄭的質疑 聽聽眾的意見 172371接通了黎小姐 直播室會有何君堯和黃之鋒 黎小姐你好 早晨黎小姐請講 各位你好 我覺得說現在檢控佔中的人士 說他們是政治檢控 我覺得很不公道 凡是犯法的人都會受到檢控的 就不要拿著政治檢控 你當初佔中的時候都知道是犯法的 都知道是會有檢控的一天的 就不應該這樣拉上去 還有現在又說大和解 大和解和你犯法的檢控是兩回事 就不要說 如果你有心和解 就像陳淑莊說 如果你有心和解就不要做這些動作 我覺得你這樣是誤導市民的 這就是法治的社會 我很反對他們這樣說 明白黎小姐的觀點 多謝你打上來 剩下一點時間 還想問黃之鋒的問題 今天我看你的Facebook公佈 說接下來你會去美國國會 出了一個聽證會 那是甚麼一回事 其實就是美國的行政和國會 當局的一個中國委員會 就會在5月3日的時候 有一個關於香港主權移交 20周年去檢視一國兩制 實施情況的一個聽證會 參與的人就包括前港督彭定康 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李柱銘 以及我本人 到時我們會參與這個國會聽證 可能很多人都會問 你去美國的國會展述這些問題 那你不是要勾結外國勢力 這是一個必答題 但我想很簡單 其實在兩個星期前 當有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議員 到訪香港的時候 其實每個派系光譜 由香港眾志到民主黨 以制民建聯 我不知道何議員有沒有 其實都是有跟這些 美國的國會議員會面 去討論香港問題 甚至幾個星期前 亦都有展述關於聯合航風的問題 所以我想本來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一些可能一些政治人物 去跟不同國家的一些政府機關 或者一些公職人員有些交流 甚至是去講解香港的情況 本來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什麼時候邀請你 其實都是在大概兩三個月前邀請 之後就去安排的時間 所以我想最主要是希望在香港 都說主權移交二十年 對於自治程度 或者對於民主進程 當然我們都會非常關注 希望能夠讓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或者可能是西方的一些國際傳媒 都能夠去關注到香港在二十年 即五十年 即五十年 都只剩下三十年 到底香港未來會怎樣走下去 都能夠有更多的發言 或者表達一些的想法 何君如怎麼看呢 黃之鋒去美國國會的聽證會 沒有問題 言論自由 去到世界各地都可以 我們現在香港的居民 拿著我們的特區護照 可以真的去到超過一百三十多個國家 相當不錯 我反而覺得 如果之鋒出去的時候 大家也要說一些公道的話 香港回歸二十年 你看看我們香港 雖然不是說個人都很喜歡現在的政治環境 但是以一個政權移交之後 在香港到目前來說 我們都有一個這麼高度的自治 和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法治的社會 雖然佔中那些搞了一鑊足出來 但是仍然都是 普遍來說 香港仍然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在Phraser Institute裡面也說 香港是最自由的一個社會 譬如剛剛現在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審議財政預算案2017年 由1997年 我們那時是2千3百億的政府開支 現在去到3千8百億 曾經高過4千8百億 派錢每人有五千至六千元 而一個社會的延續性 是有進步的發展和空間 剛才我說 我們現在也已經有廣泛的人參與 要怎樣做好它呢 我們反而客觀條件已經在了 我們主觀因素應該怎樣做好呢 改善好自己的議政參政的能力 批評也好要做得深入丁 持平的看法 有包容性的空間 譬如我和你握手 你都不是握手要合十 你說可以了 如果我是你的話 有任何機會可以伸出的手 和別人接觸 必定要接觸 所以要有一種開懷 有一種前瞻性 不要只是顧布自封 你現在走到華盛頓也好 或者紐約也好 你去國會那裡聊天 我覺得這是好的 你可以做到這個大使 更加要客觀 將來的路會更加前途無可限量 給黃智峰回應一下 我想很簡單 在香港我怎樣展述 我對於一國兩制的評價 在國際社會我會怎樣展述 對香港的評價 人權 自由 新聞自由 採訪自由 集會權利等等 在過去20年 從我的角度 我當然理解 也有一個倒退的趨勢 但我想我理解 其實在未來 我也希望能夠讓到更多 國際社會人關注香港的問題 至於關注到黃和解 握不握手的問題 我想這就是各有各的演繹 或者歸根究竟的問題 都是在於 到底大家想來 其實是為握手 還是其實都是上來去展述 大家在議題上 有些不同的觀點 互相交流 這次你去美國的國會聽證 還會否約見哪些人士 我想這也是在安排當中 但我想都是希望讓國際社會明白 其實支持香港加快民主進程 本來就是一個跨黨派的議程 就是絕對不限於任何一個政黨 而且其實在國會聽證 其實都是就民主共和兩黨 跨黨派推出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是進行一個聽證 所以我想未來都會在不同的場合 去解說更多有關這一條 即是未來的國會法案 今早青年代都是習近平的嘉賓 香港眾志黃之鋒 和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9時之後繼續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千氣年代 好